新球季的金門九場籃球隊 不只球員的表現值得關注 比賽過程中 這樣在場邊大聲吶喊的執行教練 James Duncan也成為焦點 就位來自加拿大級的教頭 先前曾經擔任歐洲直籃 班寶布洛斯隊的助理教練 以及日本DJ聯盟 福岡欣瑞總教練 未來會走遍世界各地 甚至來到台灣焦球 原因很簡單 就是熱情 兩個字 我喜歡教練 我喜歡教練 那是最主要的 然後我喜歡教練 最好的原因是 那些人或所有人都想要學習 他們想要資訊 然後我還有幾個聯絡 他們可以帶我來台灣 帶我去球場 然後我可以見到 一些很好的人 讓我感到舒服 這季度很舒服 對他來說 焦球就跟蓋房子 有同樣的邏輯 從打地基 綁鋼筋 到灌水泥 就像帶領金九這支年輕的球隊 一步一步的過程 都得從最基本的防守 開始做起 萬事起頭難 要帶領年輕人成長更不容易 從James Duncan的言談之中 以及場邊的一舉一動 都可以看得出 他對籃球有著無比的狂熱 後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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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